下半年当然从产品交替的角度 LTE会是一个 算是一个 从联发科技来讲 也是一个新产品可以开始 开始RAM UP 言由在而联发科六月股东会上 董事长蔡明介看好下半年营运 第二季就先迎接业绩高峰 合并营收541亿元 继成长17.66% 近赚125亿 EPS8.03块钱 社会与智慧型手机 外交风波发展 以及中国LTE需求兴起 联发科将 前年的出货目标 从原先的3亿套 调高到3亿5000万套以上 其中 LTE的出货目标 也由先前的1500万套 调高到 3000万套以上 即使上调全年手机出货连4G LTE 晶片也将成长50% 却仍被外资法人看出端倪 31号股价一度杀到 跌停收在469块钱 展望第三季 中国主义3G 以及LTE需求总换期 市场的价格竞争机内 联发科 初级LTE出货以双晶片 入门及产品为主 对整体毛利略有影响 问题就是在大陆市场 转换4G手机的影响下 联发科第三季猜测合并 营收568亿到612亿元 继成长只有5%到13% 低于法人预期 第四季 能不能靠量产2K画质的 真8核心晶片带动营运 将值得市场关注 三选徐城李轩综合报道